玄武门之变 隋朝末年起义军风起,隋朝的大将军唐公李渊夺取了最后的胜利,并于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。 唐高祖李渊共有四个儿子,长子建成,四子世民,三子玄霸,早王,四子元吉,太子建成经常在长安,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事,四子秦王世民经常领兵出征,不断平定割据势力,镇压各地农民起义,以扩大唐的占领区。 对唐朝有很大的功劳,威望甚高,但李建成是长子,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,他应是李渊帝位的继承者。 秦王李世民既有战功又有野心,而且他也想当皇帝,因此他们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展开的斗争越来越激烈。 公元624年以后,全国已经统一,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,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更加明朗化。 公元626年6月,李世民谎奏说,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,唐高祖立即对此事进行案检,向次日早朝询问此事。 次日早上,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的控告通知了他的两位兄弟,于是建成和元吉便决定不去朝廷,而直接去见皇帝求情。 因此打马直奏皇宫,想为自己辩护。 此时,李世民已领着十二名心腹部下,埋伏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。 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的玄武门时,他们被伏兵袭击。 建成被李世民砍死,元吉则被玉池静德所杀。 这时,他们的随从几千人正在攻打玄武门,但当两位主子的头被玉池静德割下来示众时,他们的随从一看便一哄而散了。 据说,当玄武门事件发生时,唐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。 这时,玉池静德全身甲咒,各割而至,把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。 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父亲,唐朝宫廷内的局势变了,他现在已完全控制了局势。 玄武门事件后仅三天,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。 唐高祖宣布,今后军国术士无论大小,惜为太子处决,然后奏文正。 实际上,李世民已经当了皇帝,这年八月初九,李世民做了唐朝的第二位皇帝。 第二年正月,他改元正冠,自此,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一个时代开始了。